各位網民朋友好,又是我Candy,雷文 跟大家說一下拆禮物日的賽後重點報告 本年最後一次的賽馬 不知道各位路友記 覺得今天的賽事好不好玩 雷文覺得真的很一般 再加上深水片只中了一條三重彩這麼大把 下次希望運氣好一點 今天連黎凱榮哥哥的明月千山都開了 這隻冷門雖然我看得到 但我都沒有投注到 走了保 講第一場的賽後重點報告 新界之星起步在興華和複善之間被迫 當時複善出襲 然後向來邪跑 在這件事 新界之星撞到興華的後面 興華沒有了平衡 在大外檔出襲的情趣 修曼在馬群撤進去找遮擋 第一次撤去終點 高尖遠足 修曼在興華之後 找遮擋就昂首 轉直路彎 智寶區推進到會展達人的後題裡面 欣宜和複善緊迫 去到350米 興華嘗試推到複善和智寶區之間的摘位 欣宜兩島和複善互相撞 龍戰士到終點的時候 就不見了右邊的鞋 儘管小組認為第二名的興華騎師蘇冥倫 末段的騎法不影響他的最終名次 馬會又說這些 即是他認為就可以了 他認為不影響 他說不影響就不影響 你都怕了彩 但無論如何都要提醒他 只要情況許可 他都有責任手足並用力刺助騎去到終點那裡 給人查詢一下葛倫 上次放頭的這麼好 葛倫表示 賽前和馬主和蓮馬斯商討認為 會展達人是唯一能夠展現足夠前速去領放的那隻馬 葛倫當然是複善 但是上次又贏得很快 跑了這麼好的時間出來 那你今天怎麼不放啊 但是他獲得指示 盡可能積極 吹拆領放的 他就說 你知道會展達人唯一 可能會有足夠前速領放的馬 但是他仍然都收到指示 盡可能積極 給複善去放的 他說如果會展達人的騎師 有意是一定要領先的 他可以放在這隻馬後面的 即是很矛盾的 他獲得指示 盡可能積極 吹拆助騎領放 即是叫你放 但是如果騎師 有意保持領先 又可以放在後面 隨便吧 出閘後 他會積極 其後會轉達人比較快 為了執行這個拆騎的指示 他落於居在那隻馬的外面 但是 勇敢亡者 又有意想不到的快前速 繞到覆線上前 他不得不讓該區過頭 即是不得不讓他過頭 他說 由於對面直路上的斷速比標準快 他滿足於落後領先馬匹 若干馬位 以及跟著領放馬 高東來出兩隻 找一隻搞你也很正常 即是 不是很奇怪 但是坐騎在直路上保持同速 表現令人略為失望 又不是失望 又不是不失望 是略為失望 受於立即檢查 沒有明顯異常之處 即是 問完之後 聽完解釋 不會有追問 我未見過馬匯 你這樣解釋合不合理 又說要領放 領放完之後 如果有白放 又願意居在後面 你這麼矛盾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為何這麼矛盾 聽完就不用說了 明明法國那段 這麼矛盾 也不用再提 既然是這樣 不如問問 那隻轉了馬房 又擺前走的勇敢王者 他查詢了這隻勇敢王者 過到1400米後的拆騎方式 彭國年說 他獲得的指示 早段對這隻勇敢王者 希望在領放馬匯後面的位置 他說 但是在第八檔出閘之後 座騎在首次扔彎 沒有遮擋走三碟 因此他選擇趨拆座騎 在領放馬匯展達人的外面 他再說 他本來滿意保持在這個位置 但是去到1400米勇敢王者 略為搶口 由於他留意到座騎 這次是真情到2000米 你也知道 他認為對座騎最有利的做法 就是容許他展步上前 超越會展達人 而不是和他鬥力的 小組告解一下彭國年 你的解釋是會被記錄在案 但是你也要注意自己 在賽事中短剃造出來的報速 一隻有矛盾就不會追問 一隻你就知道他快了 即是報速放得快了 現在就是記錄在案 記錄在案 下次是不是勇敢王者 一定是要這樣放呢 如果他不放你 你會不會去追問下去 為什麼你上次又這樣放 就不會 即是不想他搶口 最有利的做法 下次你贏的話 又留回後跑的時候 他又不會找回這個記錄在案 不過現在勇敢王者 就沒有跑回表現 又不可以這樣說 不過以之前的賽區 之前的記錄在案 之前的案例 這個也是會跟著這樣做的 有跡可尋的 高尖遠足 總算是贏回長頭馬 即是長長有些分頭 到拉縮只剩下26匹 就算是贏回長頭馬 輕滑跑回第二 沒有手足並用 但是沒有影響最終名次 馬會玉局 智寶區跑回第三 那隻程翠 雷文追開的 就跑回第四 勇敢王者 任務完成 跑拉尾 高冬妮 這場 打了一場 有隊形的 踢足球方法出來 勇敢王者 幫我在前面 扭過對手 交球 給我輕滑 上去大腳抽射 抽射 輸了半個馬位之後 又沒有力拆到終點 然後整天高冬妮又不見了 對不對 雷文都說第二場 都說有很多高拍身的馬 大家都要小心點 打醒精神 但是一見到黎海榮這個配搭 再加上同場又有高拍身 又有金剛石這些在 考慮買哪一隻 總之都沒有那麼壞到明月千山 走了 昨天在雷文事前 Live 有一段仔 我都按著這一隻 明月千山在那裡按 但是一想 哎呀 黎海榮 真的不敢推 不敢提這隻馬 總之 其中一隻高拍身轉馬房的馬 就在那裡了 反而那些攜衝精英 是一點飛都沒有的 不過 惡人自有惡人摸 金剛石跑第四 被那隻 做過兩次手術的合火 按徑 一聲上來 一捐上來 就射了位置 好 明月千山起步向外斜跑 搞到平山新星受阻 勁飛勝起步又向外斜跑 又阻礙上暴先鋒和葵聰精英 在外面出閘的飛翠 起步沒多久收慢 就在馬群後面撤入 講到這裏 大家砌整個全日的故事出來 看看各位聽下去 有沒有少少 阿雷文是不是太敏感 複線被高東尼的隊形 被那隻勇敢王者放得這麼快 就是啦 那你以為什麼擺步速的馬 被那隻馬放快回來就斷了 第二場就是明月千山 高佛山有很多馬 直至做了一隻冷門的明月千山 黎海榮的開齋 跟尾還有一隻福日 總之都很難猜測 在外面出閘飛翠起步 沒多久收慢在馬群後面撤入去 去到千一米 平山新星收慢 避開飛翠葛蘭的後台 當時飛翠都沒有充分 向內移而入 小組再譴責一下葛蘭 告解他轉換跑線的時候 以充分帶來 可能葛蘭帶著頭場 被人放快了的步速之後 心不在焉 去到三百米 飛翠一道收慢 避開明月千山的後台 當時明月千山 都沒有充分帶來 向外移而出 小組譴責黎海榮 去到二百米 傾向外閃的勁飛翠 在海船戰士裡處於困境 海船戰士在移的時候 向內斜跑 海船戰士在二百米 又不見了 在右邊後台的提鐵 沒斷的合火按勁 合火禁勁 被迫向內移入幾碟 以繼續推進 息多福 吹賊內閃 被人查一下 今天蘇冥倫就變了 背鍋倫 被人查一下金剛石 在直路組斷的騎法 蘇冥倫第一次 出來說說話給大家聽 年尾發表一個年度報告 雖然公司開了不久 他說 金剛石的練馬斯 和我也有討論過 考慮他觀看坐騎 國旺賽事的影片 即是看以前的影片 拿錄影帶出來看 和鄭俊偉一起看 他認為坐騎的內力 是不足以在不斷長時間衝刺的 就像李文那樣 不足以長時間衝刺 我又不用被人看大 他說 他轉直路彎的時候 被坐騎跟著手式轉騎 他視這隻手式轉騎 就是爭勝的分子 但是那隻馬向外移出 並追前的時候 他落於跟著這隻手式轉騎 並讓他帶領坐騎上前 上次李文那條影片 看這兩隻馬 腹到外蕩 又後 那時候金剛石在旁邊 現在就願意嘗試跟前 願意跟著他 並讓他帶領坐騎上前 就是手式轉騎跟金剛石說 你跟著我後面 我幫你擋著風 我帶你上來 多老友 去到250米 他將坐騎移到手式轉騎的外面 即是那些風阻任務完成 就移出去 就全力揍他 但是坐騎一揍下去 就是保持同速 在末段僅能略為追前 首式轉騎 賽後潘頓有些話說 平山新星 熱鬧鬧的 潘頓說 連尾我都要上來跟你打聲招呼 在八百米沒有遮擋 走了外疊 在末段的衝刺 就不夠預期 表現是令人失望 獸醫立即檢查 但是沒有明顯異常之處 高東尼頭場 那隻又不見了 獸醫立即檢查 又是出自高東尼馬房的神奇大帝 還有高帕薪 那麼多馬 檢查了 葵聰精英 這一場馬一出了閘 我看到前面的馬 走了一段之後 那些震勢 都知道什麼事 發現沒有明顯異常之處 神奇大帝沒有明顯異常 葵聰精英 敬飛升氣管有巧多血 贏了馬 黎凱榮哥哥 嘩一聲 隨意說 整課閘 靚啊 課閘 贏了12倍 其實平心而論 如果你事後檢討 你見到黎凱榮12倍 其實真的要打醒精神 你問夠精神 首飾傳奇都8倍了 明顯1300倍 想想一下 挺QK的 至於合火這麼厲害 做完兩劑手術 初出 下班 在手術疑點都只有20倍 金剛石只有3倍 1、2、3、4 回來了 見到那隻佔順龍驅 今天葉楚行 一看他這樣跑 都是搏殺的 跑過第五輸兩個馬位 不過後面的場次 葉楚行都有很多馬 鏟進來 去到第三場 人家有一隻巨額PACE過關的果然有 這隻果然有 大家都知道 雷汶都介紹過很多次 有何銘連連續騎三次 都是一個近自 最厲害 跑過PACE回來 但是今天有巨額PACE過關之後 一轉莫雷拉 是贏了差不多五個馬位回來 你說香港那些聰明錢 是多麼聰明 巨額過關PACE 跟著騎士一不同了 就是贏了五個馬位回來 再加上這一場馬 那些步速第二段 是開到22秒3 都是一場慢步速裡面的歷作 去到第三段 守住好位的馬就走掉 追上來的就叫做天衣 還有那些情諾拍檔 之前就走進落放 放到一場之後 就繼續跟我放 今天一個轉手回來 就跑回第三出來 巨額過關 聰明錢的名字 那些前人就沒有改錯 今天呂建威馬房的馬 看那些票數 真的完全都不對勁 那些勒得嬌啊 那些什麼 完全都沒有什麼票的 上個星期那些什麼揚名什麼什麼 縮情都不斷落飛的 今天呢 好像那些 呂建威那些支持者 好像沒有上班 那樣 勒得嬌出閘又夠慢 天地同心 昂首 有錢婚開閘 向外邪跑 跟都市神話互相撞 都市神話期後起步 無奈 就在有錢婚 跟正義區之間 受迫的時候 就失了地 那當時正義區 就向內邪跑 那是這件事呢 正義區呢 就被都市神話 撞到後區 沒有了平衡 正義區都沒有了平衡 這樣搞 那在外面出閘的天意 洪寶社 盛世 情浪拍檔 就在馬群後面 切回去 小組應該問一問 這個情浪拍檔 前幾場你怎麼放的 今天你又懂得留回後跑 是不是 跟進一下 去到300米 建習騎士周俊樂 都市神話 左邊疆城 就鐵了一手 怪獸都市直路外閃 難以拆騎 正義區喜進龍 大部分情況之下 走了外諜 沒有了遮擋 沒得頂 喜進龍走的外諜 也有得解的 正義區都比較難解 天地同心 就失去右前提過提鐵 獸醫立即檢查 都市神話和城西 就沒有明顯異常之處 另外 就再去檢查 獸醫今天這場馬很忙碌 是啊 再去檢查天地同心和喜進龍 就發現這兩隻馬的軟鱷 都間歇性移位 這場馬 情浪拍檔前幾次 擺錢 今天中二就留後 中二就可以了 至於 那些正義區 都比較失望 走了外諜回來 這場馬 第二段的步速 如果開到22.3 都算是幾萬 那些果然又落飛 披屎得手 雖然贏了這麼多馬位 回來 但是他沒有說 巨額過關 這場馬上贏得手 是不是自己看下去 看起來都好像不可以 但是贏了一條街 回來 巨額過關 但是如果 你真的看得這麼準 看到那個步速 那 為什麼沒有 WIN過關那麼厲害 這一點都可以去思考一下 贏了五個馬位 回來 今天也說 等雷文時傳Live 小駐移情 看看跑馬 今天有三隻馬 我自己有讀過的場次 三隻馬 健康有餘類的出來 有一隻合火 那麼厲害 有一隻叫福日 有一隻叫都市神話 這隻都市神話 都只有六倍 跑回來 大概輸九個馬位 那隻頭馬都贏了四個馬位 輸九個馬位 再加上姜誠 又脫了手 如果不是 這隻健康有餘類的馬 有沒有機會跑近一點 就不知道 但是 那些福日 和合火那麼厲害 健康有餘類之下 又說做過手術 又說骨有事 一出來 就已經有表現了 你叫那些朋友 如果計賽 整場馬都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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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一些 都沒有用的馬 好像新馬賽 不懂得說 總之就是 都沒有用的 說到 呂健威 那些馬金日 辣得嬌 又沒有什麼飛 搞到這隻五日之星 上次輸給騰飛塔 那些傑賽職都很好的 但是 竟然 有些人贏了馬之後 他都沒有什麼飛 竟然有十七倍開跑 那各位 不知道認為合不合理 這隻五日之星出閘又慢 一無飛 勒得嬌 慢 五日之星出閘就慢 呂健威出名 令我心目中 出閘慢的馬都很多 快樂歡騰慢 那隻叫什麼 那隻叫什麼 粉紅色衣服 那隻 不記得了 總之都是慢 這隻又沒有什麼飛 五日之星出閘又慢 繼而在出閘的時候 再收慢 又避開雲尼復星的時候 又失了地 又慢 又失地 當時雲尼復星向外邪跑 起步 無奈 好玩復星在春風得已 和逍遙區之間擠迫 立備失地 那些人都說 蕭瑤區 各位都不要放過 不知道各位萬維有沒有選擇 當時蕭瑤區被財潮發帶去外跑 在這事件 蕭瑤區失了平衡 而春風得已 又欣怡和好玩復星互相阻 在外面出閘的電玩復星 荷花復星 早段在罷群撤進去 好玩復星直路受困 沒能夠望空 去到250米 都在困 跑到200米 紅海復星 在財潮發和蕭油之星 之後 向外移出之際 收慢 最後200米 蕭油之星 在吹拆之下 外閃難以拆棋 殺到100米 春風得已 就在荷花復星和混尼復星之間 受擠迫 就收慢了回來 當時荷花復星起步 起初吹拆下向內斜跑 而混來復星吹拆下向外斜跑 春風得已 不幸運 不幸運 甜心寶區 沿途沒有遮擋 走外疊 直路就已經退 發現檢查 一路退 檢查又沒有明顯異常之處 甜心寶區 包美大敗而回 小組又是認為難以接受 每天都很多事情難以接受 要試襲合格才可以再次出賽 混尼復星一縮下來 第一仔一縮下來 就流鼻血了 春風得已夾 混尼復星流鼻血 那隻雷文也說 看上去有些質素 可能有些質素 很眼光 十四檔被人頂了 在三叠都會贏 上次劏了雷文三重彩頂著 明恩賞的紅鐘列馬 今天有十一檔 都可以殺回第二 至於潘頓騎的逍遙區 潘頓騎 我使出風來 跑過第三七十七倍 至於荷花復星 僅僅四 今天在牌位表旁邊 馬名旁邊 有個賽事寶寶 給你寫記錄 用電話 按進去 五一之星 沒有飛 然後在剛才那場 辣得嬌 按進去 然後寫著 沒有飛 是不是 上場跑得好 今場沒有飛 五一之星 上場跑得好 今場沒有飛 可能下次有飛的時候 可能可以幫到手 馬會這個 新的設施有本 寶仔給你按進去 寫下資料 應該也挺有幫助的 說到第五場 第五場 偉達出兩隻 蘇明倫全裁 跑到第七 那隻 這麼多好運 可能有些問題 全裁出閘慢 雕神和川河明區 起步不削 大力撞 其實這場馬的泥地 雷文覺得挺奇怪的 裡面的馬盤跟著的位置 都不錯的 但是 騎下去 好像一隻都不太走 反而在外面 蓋的那些 反而好少少 連那隻好 那麼厚 都蓋上來 今天的泥地 雷文在電視上看下去 是不是覺得地好像很乾 那樣呢 即是指數 雷文又不懂得研究這些指數的東西 是的 那麼 全裁出閘慢 雕神和川河明區起步 大力撞 那麼 在大外檔出閘 馬群後面撤進去 那麼 神龍區 組斷隊 但是又不加速 那麼 去到五雅米 雕神向外邪跑 避開星雲明雀的後體 當時星雲明雀就已經有疲態了 究竟關不關過泥地市呢 但是 如果關起上來 就應該每隻隻馬都關的 是不是 又有些馬關 又有些馬不關的 但是那些馬呢 好像川河明區 看到他守著的位置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巴道騎下去 都有用力的 但是騎下去 真的好像沒有什麼反應 不是只是他 有幾隻都是這樣的 精雲明跟著的位置 都挺漂亮的 但是又疲態了 那麼 這一場賽事呢 好像平海飛星咬著的位置 路程又搜本 但是回來又是不多的 方家帕出三隻 偉達就出兩隻 方家帕最爛的那隻 55倍 跑第三 不知道各位好不好玩 那麼 川河明區呢 五倍就跑過第八回來 不知道幕後的人有沒有失望 那麼七倍的星雲明雀 又是跑第八 那麼 那麼 希望在日後賽事呢 下次這堆馬再出來跑的時候呢 他們再跑回什麼水準呢 那麼才去看看 看看能否印到一些 找不找到一些端危出來 那麼 神龍區呢 就 組斷隊不能夠加速 雕神避開星雲明雀 星雲明雀就有皮態了 去到五十米啊 就是平常咬住去到那些位呢 那麼 跟著就說有皮態了 那麼 雕神呢 因而和桃花紅就撞了 那麼 雕神呢 末段呢 就在星雲明雀和桃花紅之間又緊迫 這個雕神臨場落 好鬼多飛的 真是很厲害的 那麼 那麼 都靈紅星沿途走外疊 沒有遮擋 反而呢 他又跑回出水準 咬住那些位那些就不行的 那麼好運 就在600米就已經退了 也有些意外的 受於立即檢查 那麼原來右邊的鼻孔又流血了 那麼沒有辦法 那麼 買了 選了的逍遙 那隻什麼 進憂自在流鼻血 好運又流鼻血了 那麼 如果不流鼻血呢 或者可能都跑得好過全財的 那麼 偉達兩隻 那麼全財跑第七 那麼 說是這樣說 那麼 那麼 內歸鏡再檢查證實 原來好運 不單止鼻孔流血 即是爆了肺 是直接流鼻血的 那是被人查詢 史卓豐 他獲得指示 職極隊 聲雲名雀 是佔在前面的 那麼他講 他解釋座旗 在國族最近一仗的時候 落後太遠了 上次我都覺得是的 因為上次真的手在後面 很厚的 所以馬主和列馬斯的希望聲雲名雀 今次就靠領放馬來跑 現在馬會又抽正他 你上次又留那麼厚 這次又擺那麼淺 那麼你這些抽清 你就是贊成你 是不是 即是我度賽職 預你留後的 你今天又喜歡 又擺錢 那你抽清這些才是合理的 下次又留後的時候 你都要再跟進的 即是今天抽清得對 下次如果聲雲名雀又留後的 喂 你立刻找回 聲雲名雀上次已經被人抽清了 突然間又前 突然間又後了 那麼下次他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你又要再抽清呢 我相信每一個馬圍呢 都會贊成你這樣做的 那麼他講 坐騎在雕神外面 組斷領放馬好運後面 在600米 就在好運開始移動的時候 就被迫領先了 即是他的意思 如果好運在這裏 他都不想擺那麼淺 不過好運就移動了 那就沒辦法了 那麼他講 坐騎在直路上轉弱 雖然你聽上去好像很合理 但是組斷呢 你都跟上場不同 咬著那隻好運的 是不是 即是 這裏呢 有隻好運給你說 聽上去都好像 很合 很合道理 但是你結合他上次的跑法 就不太合道理 但是馬會這樣抽清是對的 希望他下次如果又改跑法 那你就麻煩 又去檢查他上次 為何敢跑 那都令人想入飛飛的 這一隻反圍又失望了 那隻很懶的 七十幾倍的 五十幾倍的好運 就產了進來 方家柏 如果方家柏今天又贏馬 這一隻好運 好運 如果爆了進來 豬龍入水 好像1月1號出的 豬龍進區 他講 坐騎直路就轉弱了 表現失望了 但是又沒有明顯異常之處 那獸醫檢查呢 原來村唐明 我看到巴杜真的騎下去沒有問題 隻馬咬著那個位置也沒有問題 為什麼一騎下去 反應是這樣的呢 即是跟他陣上 試襲 反應整隻馬是完全不同的 那雷文突然沒有想到健康問題 因為他同場旁邊也有幾隻馬是這樣的情況 原來呢 氣管裏面有很多血 雷文今天也有很多血 幸好小治癌症 進憂自在血 剛才那隻叫做好運又血 這隻村河明驅 雷文也是重心來的 今天有很多關卡去射 游後氣管有很多血 那獸醫檢查才可以再次出賽 檢查我吧 我裡面也有很多血 獸醫哥哥 殺到第六場 反而有時候沒有出心水的長刺 想著有些古古怪怪的 他就回來反兩全其未 團結一致名冠大盜 即是上次選了那三隻 跑出來 但是雷文跟大家說 那隻雷亭戰區 這隻馬上次好像八幾倍 雷亭戰區 試了貨集 是有些走勢湧上來的 沒有千六米賽職 又未跑過泥地 泥集 但是今天一開飛 我記得是25倍 然後我也跟進了一點 買了17倍 現在實際上只有17倍 其實就跑回第五名回來 團結一致約出的時候 在安定凡勝和雷亭戰區之間 受擠迫就失地 在外檔出閘的彩虹之江 兩全其未 創高峰馬群撤入 雙天至尊沒有遮擋走外疊 去到一千米 黃帝賽沒有遮擋走外疊 去到六百米勇者勝一度 就在雙天至尊的後題裡面困境 今天阿雷文事前Live都說過 有很多馬來轉情跑 他不是說沒有那個路程 是有心轉過來的 今天有很多隻 頭場是會展達人 跑不到進來 但是又影響到那隻叫做福善的馬 跟著有愛逍遙 有田草千六又不跑 跑泥地 今天勇者勝有千二又不報 跑泥地 六五零 那隻這樣 苗麗德的創高峰 有草地千六 他跑過一下 放過一下 近過一下 他又不報 跑來報泥地 都不知立些什麼 居心 總之頭場那隻福善 就在雷文事前Live 就是報過來 都不知他為什麼 總之影響到 那隻 影響到擺前面走的馬 去到六百米 勇者勝 一度在雙天至尊 困境 去到六百米 馬臣好運 就在勇者勝 退的時候 困境 跟著馬臣好運的安定 凡勝 又收慢 避開那隻馬後體 轉直路灣 一段屠程 勇者勝 就持續失地 是否想來減分 想輸遠一點 還是有些什麼 有些合適你的路程 走來報 你走來報這些路程 馬迷第一件事 一見到你報路程 會不會月情出擊 第一 這樣想 第二 會不會有些什麼景色 是不是 列馬斯有他的道理 第三 究竟你出來 是想自己跑得好 還是想 不知道怎樣 總之就是 是為自己 還是為什麼 總之 報這些情況之下 整場馬 弄到 被一些不是這些路程的馬 他有些速度 你又不知道那些馬會怎麼跑 終於就是這樣 現在就說持續失地了 安定凡勝 在馬後面受困 收慢 去到緊要關頭150米 皇帝賽 吹策之下 向外邪跑 這文都買了皇帝賽 榮貫大道 勇者勝要試襲 合格 通過獸醫檢驗 才可以再次出賽 列馬斯當然有權 讓馬去試試其他路程 他是有權這樣做的 我覺得 有他適合的路程 報了過來 會產生很多疑惑 要試襲合格 才賽至出賽 立即檢查勇者勝 氣管裡面有很多血 高帕先生 下次不要搞這些 你影響到爆米度馬 現在又流血了 又流血了 本來不是跑那麼長 你讓他跑那麼長 就退 拿馬主的馬來教飛 賽後 潘明輝又報告 馬臣好運 陣上動作 感覺欠順 說真的 希斯馬房來到香港 這文真的對他沒有什麼好感 危多福 經常被人問的馬 有很多馬 又馬臣好運 又美麗高飛 跟著又 剛才那些什麼 數迷一堆女 很多馬 不知道在那跑什麼 那 唉 其實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馬會 想招請練馬師 為什麼要找一些舊的回來 不可以請一些新的嗎 是不是 阿摩在那邊 線路那麼好 就走了 找一個之前在線路都很好的希斯回來 找一個新人回來練馬 不行的嗎 是不是 為什麼要找一些 已經在這裏 有了collection的人 在那裏 是不是 真是奇怪的 是不是 即是 伙記請回一些舊的 有感情 立即檢查馬臣好運 沒有明顯異常之處 獸醫 立即檢查雙天至尊 創高峰 沒有明顯異常之處 我認為應該要問一下 那些練馬師 勇者勝 創高峰 會展達人 為甚麼 愛逍遙 為甚麼 你們有正常跑草地 跑得好的路程 適合你的途程 你不報 為甚麼會報這些途程 他當然有很多理由去堆砌 聽聽他怎樣堆砌也好 不是叫你抽證他之後有甚麼問題 不是抽證他之後有甚麼問題 去問 去了解一下 你為甚麼會覺得這個 可以跑到這些路程 或者為甚麼你覺得 你贏開 好像會展達人 你今季贏1600米 是贏得很好的 前一場跑第五 如果不是 贏之前那場 如果不是被人阻 他都不止第五名 可能有場地 兩場都可能有機會 今天來試二千 為甚麼你贏開的路程 又不報呢 你贏開的跑法 你不用那個跑法 那馬會有時候都會 哎呀我看到 我都會去問 但是你贏開的路程 你不報呢 你都應該可以去問一問他 不過黎曼這些要求 過高 馬會又怎會看到 他應該報甚麼路程